到处都看得到叶弹树 来看到南投普里镇一座欧风的巧克力城堡广场上 也打造了一颗希望之窗的叶弹树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可以替大家打开充满朝气的未来 另外在台中离山也有两颗 号称是台湾海拔最高的叶弹树 举行了电灯活动 在海拔2000多公尺的高山上 闪闪发亮十分的细精 蓝色LED灯照射在两颗巨无霸叶弹树上 搭配现场音乐气势磅礴 这里是台中离山 两颗号称全台最高的叶弹树 在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上闪闪发亮 今年首度在离山举办的山谷灯光节 现场除了有细精的叶弹树 每半小时还有浪漫灯光秀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拍照打卡 在高山上看到两颗大圣弹树 真的很有震撼 很稀奇 感觉很棒 有叶弹气氛的还不止台中 位在南投普里镇的一座 欧峰巧克力城堡广场上 也出现一棵名为希望之窗的叶弹树 看到这棵圣弹树 有一个非常梦幻的感觉 走进这一座你那梦幻城堡 就是让人更觉得舒服放松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就是关上了一扇窗 也会打开另外一扇窗 那这是这一次用这样的意象去做一个设计 强过耶旦节各地弥漫浓浓 耶旦气息也让这一年多来 被疫情影响的民众有了喘息空间 九州城南投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